在出雪那一天你都做了什么 出去吃了一个日式料理 真的好稀疏平常那些日常 去吃了一个日式料理 然后发现说 那个下雪了 然后就在雪上拍了几张照片 发了微博 那你认为最适合出雪的时候 听的歌是什么 出雪 雪肉下的声音 我好累啊 我还上了三个档片 看什么电视 看电视还要按照天气来分放 就是有的人就是到出去的时候 感到那个氛围 然后就会去看一些冷写电视 我想知道是谁 这个问题我只想问你 我想知道是谁 突然想要有一个氛围感是不是 我不会 你双十一样过去吗 就是你有没有买了什么东西 买了个西装膏 之前用的唐州嫩还不错 然后就双十一买了 真的是好普通的一个味道 真的就买了一个那个对对对 其他都没买吗 我对这种节日都没有什么 那你对于像一些购物狂啊 多少党啊什么意义 有什么忠告吗 各有各的活法 各有各的活法 那有没有就是你自己有没有不靠谱的一些购物经历 踩过一次雷在网上买个榴莲 我真的是无语了 掰起来也没几天日 我反正就被坑了两百多块钱 嗯 嗯 如果请了一个双十一的舞台 你有看吗 双十一的舞台 嗯 有看一些 嗯 都在热桌上看了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嗯 爱情鸟 一年千禧的那个爱情鸟 对我还觉得听着错的很复古的感觉 是这个舞台有看吗 他们唱的是那个 斯森克斯吧 对 看一些是那个 是个版本的吗 对对对 很不错啊 好吧 好 就说 달争 我们一起喜欢一招 Ủ 有 有 因 ה� 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